今天上午全部订制完了 采用的是大庄无土栽培 种的是波羊系列的 一个是波羊酒 另外一个是波羊六仪 这个大棚总共下来是五亩地 种了两个品种 这个时候摘这个田瓜 尤其是薄片田瓜 关键的一点就是温度 一个是机制里面的温度 另外一个是空间温度 我这个是大跨度的棉被棚 属于早春 早春种植 采用了三层膜 大家看这是第三层膜 再往上走 这是第二层膜 再往上走 就是大红膜加棉被 就这种第三层膜 一般情况下 也就是20天左右 就可以去掉了 因为上面 毕竟它是在掉曼绳下面的 掉曼钢丝下面的 20天 20天以后温度也高了 所以说第三层膜 就可以直接去掉了 还有一个就是过两天以后 我们会在这种植袋上面 铺一层白色的薄膜 也叫地膜 这样的情况下提升 这个种植袋里面 机制的温度 也就提升了根基的温度 我这个无土栽培 这个田瓜呢 大概上市时间呢 是在四月的中旬左右 那时候这种田瓜价格还可以 虽然说不是说是最高峰 最高峰是三月份 但是还可以 并且口感非常好 通过这种无土栽培的模式 去栽培的情况下 这个糖度要比土壤栽培的要高 并且像波阳六一容易出现九七 但是通过无土栽培的话 好比去年 就没有出现九七 很多地方都出现九七的问题 但是用无土栽培就没有出现过